我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啊 人啊 年轻的时候 就算是再有想象力 他也不可能想到 自己今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是 我想 小时候学系的时候吧 师父就总说 魏国这孩子 是个材料 将来能成菌 我真信 唱练做大 勤学苦练 我就总幻想着有一天我长大了 登上舞台 惊艳四座 文武崑乱不当 哪能想不到啊 一把椅子就给我搁那儿了 我小的时候学系 从来都没专注过 幸好有你们这帮师兄弟陪着我 要不我真是坚持不下来 我那会儿就在想将来 当明星 挣大钱 开跑车 住别墅 好 师姐 你这不都实 实现了吗 是实现了 那又怎么样了 真的是不缺钱 可是总觉得 接近我的人都是拖的钱 有时候想找个人吃饭都找不着 那 那那我找你不也是想给你借个三五是吧 你不一样啊 那些图我钱的人嘴上从来不提钱 你是唯一一个开口帮我借钱的 所以我知道你什么都不图 我 我也不 我就想给你边儿 多混混 大小就惦记 魏国 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 拿这儿当你自己的家 姐 你看我这造型 都这样了 我还能不管这儿当家呀 你